你有没有注意到华语片呢 最近不断的在上演这个英雄对决的情节 那么不管是敌是友是兄弟啦 反正呢大家就在那边标系 这一次呢史无前例 无尊跟仔仔两个人单挑尬戏咯 现在两个都在拼命的狂练身体啊 要来大拼这个青春的肉体 无尊在锦衣卫里饰演捕快 肌肉结实还特别练双刀特技 让粉丝们直呼太帅了 仔仔则是在痞子英雄 饰演一位吊儿郎当但深居内涵的警察 精湛演技让他提名金钟奖最佳男主角 出道多年从未合作的无尊和仔仔 最近有机会在电影杨家将展现男人对决 但仔仔之前才暴瘦一大圈 要和肌肉猛男无尊相比 戏还没上演身材就先小叔 华语片市场越来越火热 双雄对决戏码让人好奇 香港电影血滴子找来软金天和黄晓明 上演港台戏王PK赛 有金马顶地加持的小天略胜一筹 自身小生对决也不容小觑 刘德华与梁朝伟一哥之争 甚至还让主持人戴上口罩 选边支持 演艺圈一哥对决天天上演 到底谁才能称王 精彩好戏 粉丝们相当期待 中天新闻欧云会纵合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